歡迎收看 創意比財 盡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值營投資 今天大半數大漲112年 最高已經來到8467了 波段高 再度確立多頭掌控整個盤面 所以整個指數 從8月24號7203以來 我都告訴你有大行情 我要給你是波段利潤 8月24號關鍵性的一天 當天五六百家個股跌停板 我說你只要撐過那一天的10點半 接下來海闊天空 波段行情既然已經出來了 你就不要跟我客氣 你就要懂得順勢操作 每天的開梯走高 你看一下當天一個禮拜 板彈了快900點 每天都紅街棒 都開梯走高 他在右空軋空 直到上禮拜三 重新站回月線 我說9月9號 當天開盤9點鐘 空頭斷場的時候 你有做空的回頭是岸 空單做個回補 跟我順勢來做多 上禮拜三 你跟我買進強勢主流個股 當然還有表現的空間 因為整個一個盤勢脈動 比我預計中要強很多 上禮拜三 站上月線 確立多頭 所以空洞要趕快回補 很像整理五天 今天又往上走高 來到8467 整個一個波段式的漲物 已經超過1200點了 朋友 你有沒有做對邊 我們給你方向跟策略是不是很對 所以對現在的行情 今天既然台股再度的 對空頭做一個信心談話 趕快歸對 不要跟趨勢對坐 所以整個類股之間 輪動輪漲的結構 是不是相當明確 多頭可用之平相當多 我說電子股可以操作 非電子股一樣可以操作 不過生技股的一個智勤 今天表現 當然可圈可點 智勤 今天已經來到211了 上個禮拜三 當台股站上月線同時 這一檔智勤 我有沒有帶會員買 買在一個發動點 買在一個安全位置 就是上禮拜三 告訴你空頭 你的空單要趕快回補 跟我們順勢來做多 絕對還來得及 不要一錯再錯 因為之前台股跌了2800點 大家覺得大盤好弱 每天之前都開高走低 都是一日行情 做空好像很容易賺 但是現在不一樣 從7203以來 每一天我告訴你 都在右空都在軋空 你不覺得現在你做空 非常的難以賺到可觀的財務 但是你跟我順勢來做多的 利潤相當的豐沛 我說破斷的操作 起跳都是兩成 智勤有沒有超過兩成 你自己去算 所以上禮拜三 台股站上月線 智勤一樣站上月線 162買智勤 10.003分告訴我們會員 今年度移障 新耀全力經 讓智勤前半年 每股獲利3.84 已經超越去年整年度的1.23 獲利大幅度的成長 形態站上月線 最好買點卡位 卡位在161 9月9號買智勤 很漂亮 剛站上月線 當天買完還沒有動 但是隔天開始大漲 漲了一大波 非常快速的一個獲利 所以整個智勤 161買完了 禮拜四 171大漲 禮拜五 當它回檔休息 我告訴你還會再漲 量價的分析 對你的操作一定有幫助 所以盤中 我怎麼再帶會員的 你清不清楚 你現在是看我盤後的節目 已經收完盤了 等到明天 你再去做動作 你真的晚了一大步 所以對於禮拜五的一個智勤 你有看我節目的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出掉 如果你禮拜五 欸 出掉了 我告訴你還會再漲 那這禮拜一的一個智勤 你敢追回來嗎 禮拜一的智勤 它是大漲的 你認為盤中 有沒有我帶你操作 有沒有差別 所以對於禮拜五的智勤 來到170以下 既然還會再漲 空手者當然可以進場 已經持有的當然可以加碼 這是很明確的一個策略 所以禮拜一的智勤 有沒有大漲 來到181.5 禮拜二呢 189再創波段高 好 昨天智勤亮燈 203.5 恭喜我們的會員 買個10張可以賺42萬 因為我們買在161 昨天已經來到203.5 我不會用誇張的一個言論 來誇示我的績效 讓投票 你來跟我合作啦 告訴你 智勤我買個100張可以賺420萬 買個100張要花1600萬的一個資金啦 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充沛的一個資金嘛 我只是要告訴你 一般的一個投資廟 你們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資金規模 買個10張 智勤160萬 買個5張也好啊 花你80萬嘛 買個5張可以賺20幾萬耶 買個10張賺42萬啊 到昨天為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行情真的很容易賺 我要感謝大盤 終於出現多頭強勢的一個表態 不是我很厲害的 只是我看得懂大盤的方向跟趨勢 順勢而為因應盤勢的變化 對會員做一個最明確的一個策略的一個運用 資金要賺錢 困難嗎 真的不困難 所以我一直在告訴你 有行情的時候能賺盡量賺 趕快賺 趕快賺 不要等不要停不要看 當你多看了一天 當你多猶豫了一天 今天我買進的股票 如果明天大漲你敢追嗎 你敢中壓嗎 股票的買點 都是只有瞬間 那個key point點 就像上禮拜三的一個志勤嗎 這個位置你認為買得不夠漂亮嗎 9月9號 台股剛站上月線 志勤也剛站上月線 我告訴你要做空嗎 如果你有志勤公單的 當然反手做多啊 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安全進場點 你來跟我合作 安全可靠又有破斷行情 因為到今天一個志勤 已經來到211了嘛 從161到211 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已經50塊錢一個價差了 親愛的觀眾 你是昨天去追漲停的嗎 嗯 我相信昨天你的生技股很漂亮啦 也有些分析師 因為之前都沒有操作到生技股 看到志勤亮燈了 壞習慣又來了 告訴會員趕快去追 因為追了好做生意嘛 他會在測票告訴你 他們志勤賺了一根漲停板 買漲停板的 在電視上告訴你 他們賺漲停板 同樣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所以一檔股票的一個操作建議 要買在一個發動點 這個發動點真的夠水準啊 不是漲了一大波了 你才去追昨天的漲停板 你昨天去追漲停板的 你能賺多少 我問你 我問你 如果今天把志勤出掉 你怎麼辦 你們老師會對出 對今天一個生技股的一個震盪 告訴你明確的方向嗎 像昨天的安城藥也是一樣啊 昨天亮燈漲停板 一定很多分析師來告訴你 他們又賺了安城藥的漲停板 今天的安城藥 怎麼走的 它是跌停板的 昨天追漲停的 告訴你測票他們賺漲停板的一個分析師 他今天不敢把安城藥告訴你 他們跌停板嗎 不可能嘛 他一定是告訴你 他們有另外一檔股票 又攻漲停了 每天射飛標 每天追漲停 反正追到了就算他們的嘛 追不到 你是大會員 你自認倒楣 我們對於會員的用心照顧 是集中火力 精挑細選的個股 都是主流性的股票啊 看準了我才會出手啊 你認為這波的一個智勤一個操作 我不是看準了才出手嗎 你認為這個買點是巧合嗎 是巧合嗎 昨天告訴你的一個科研 買在這個發動點是巧合嗎 今天盤中攻漲停耶 我有隨便射飛標嗎 每天把漲停板的股票告訴我你去追 被當白老鼠是一件令人傷心的一件事情 你們的資金都是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 你要找一個分析師 你要多比較 多看看 印證印證了 這個分析師是適合你依靠的對象 你才加入他的行列 不要看到他每天的一個測標都是漲停板的股票 你就認為他很行 你要看他代會買在什麼位置 賣在什麼位置 把整個獲利績效 那個買點賣點就秀給你看 那才是真實的嘛 所以對於生技股的事情 從161到今天的211 50塊錢的利潤 我們扎扎實實都有賺到 因為在上禮拜五 事情回檔的時候 在170以下的時候 我還告訴你還會再漲 這是整個連貫性的流程 是不是 所以對於生技股的一個量價結構 昨天我特別跟你交代過 這種揚升的量能 他當然還有高點 所以我昨天不是告訴過你嗎 這兩檔生技股都還會再漲 一檔是科研 一檔是台匯題 對 今天台匯題 盤中是不是公掌題了 因為台匯題的成量比較低 兩三百張的一個量能 所以這種幾乎性的股票 我不會每天講 因為我每天講 籌碼就會亂掉 對於會員的操作 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其實不是只有台匯題 一般比較小型的一個企業股 成量比較小的 其實我帶會員操作 我地上都不會講 我要保護會員 他們持股的籌碼安定性 所以你對於像這種台匯題 成量比較小型的 比較屬於所謂小型標股的 你有興趣 享受那種大波段式操作的 歡迎你直接跟我聯絡上 因為這些股票 我不輕易在電視上分析 沒有辦法 因為看我節目的人太多了 不是只有你們在看 很多分析師 每天鎖定我的節目 在後面追捧我們的股票 我不希望你們去抬我們的股票的轎 我是希望你坐在轎上 跟我們同步來上車 會比較安全 我們給你的股票不多 否則怎麼可能 賺完波段行情再換下一檔 我們不是每天變來變去 是不是 所以對於這檔科研 為什麼要分析 為什麼要帶會員買 你看看它8月營收今年度的新高 年增長率高達192% 玻尿酸的兩岸市場 它的市占率相當大 尤其大陸那一塊 我看得相當好 它會讓它的業績極大化 因為市場夠大 所以你看到今年度的8月營收 已經今年度的新高 而且成長了192% 籌碼乾淨 農資的水位在低檔 我說它有破斷空間 既然有破斷空間 我有沒有帶會員買 我昨天有沒有帶會員買 買在58.8% 昨天那個科研 我就買 說到當然要做到 對有分析當然要做執行的動作 這樣會員才會賺到今天 將近一根掌停板的利潤 今天科研 最高已經來到64.2% 昨天買58.8% 昨天告訴你有破斷空間的一個科研 破尿酸 醫美現在很夯的 不是女生會打破尿酸 現在很多男生也喜歡用破尿酸 這是一個趨勢性的產品 所以昨天科研 是不是一個發動點 是不是一個發動點 那要不要買 買了今天 還能差一點工漲停 今天科研怎樣放大 這根量能代表它還有高點 所以整個操作面 目前的行情對同朋友來講 賺錢相當的簡單 好不好 所以有行情的時候能賺盡量賺 而且要趕快賺 請同朋友務必趕快更上來 接下來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好 好痛 請用五分豬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豬 五分豬 不好 好 阿菲特 阿菲特 巴菲特 研發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781-0909 2781-01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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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覺得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冷靜 Choose your own life 鵝排氣密窗 潤太進攻 創新建築 甲山林城上城 壯麗落城 城屋玉壽覆 大戶輕鬆住 二十分鐘直打台北101 長庚正對面 金電面開放日月 甲山林城上城 對線城路 24315858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車王店今天最高來到53塊錢 波段新高 當然是很漂亮的一個格局 因為股價來到波段高 好 代表之前看我節目的 你有下去買的 大家都探集嗎 但是你買了幾塊錢 今天53塊錢你才敢賣嗎 我買再幾塊錢 好沒有 應該很清楚啦 8月31號的車王店 恩智行上工 我說攻擊號角已經想起了 開始做卡位的動作 8月31號 恩智行上工的車王店 41.6開始買 9月2號 42.7我還在加碼 一檔股票 如果有波段的一個走勢 你就看我怎麼買 怎麼加碼的 怎麼爆波段的 從7203以來到今天為止 就是我沒有告訴你 這行情要怎麼走落 這行情要怎麼修正 這行情其實比我預計中 要強很多啦 所以大盤的方向 一旦是確立往上走的 那策略很簡單啊 我不是經常跟你說 大盤人在落的時候 就是你買股票最好時機嘛 因為買的成本會比較低 所以呢 車王店 42.7我還在加嘛 從41.6開始買嘛 再加嘛 股價呢 創破段高啊 9月4號 黑街棒 表現不強 但是我告訴你 仰角的一個上攻 它很強啊 強在TAI建設器 是一個新南海的概念嘛 產業的結構會讓業績說話 所以股價 有跌的時候要買 是不是 所以9月11號 來到47塊錢 從它的價格跟量能 再度確認長線的架構 所以呢 當天 繼續加碼 我46還在加碼 當天的車王店啊 股價創破段高 再度確認長線架構嘛 新舊會員同步試駕在加碼 大概可以買在46塊錢附近啊 當天我還告訴我們會員 把一檔股票賣出 轉加碼重壓車王店 這就是我的策略啊 看準了 有低點我就帶會員買 帶會員加碼嘛 這樣你的資金效能才會產生極大化啊 你來跟我合作才有價值啊 不然我叫你買一張兩張幹什麼 我叫你買一次幹什麼 對 如果有三成的一個幅度的一個上漲通勁股票 你跟我買兩次 就等於有賺了兩檔股票的三成利潤啊 就是這樣做股票啊 所以上禮拜五 九月十一號嘛 我還在加碼耶 這種沿路的一個操作過程 同樣 你不覺得很賞心悅目嗎 你不覺得下一檔你就要跟著這樣操作嗎 這樣不然我就賺大條耶 能賺盡量賺 我一定讓會員賺大條的 有行情的時候不把握 什麼時候你要把握 資源大萬數從1萬點跌到7203 跌了2800點 我會告訴你大波段操作嗎 我如果告訴你大波段操作 你股票都不賣 會害了你 小賺不跑 殺下來變套很深啊 這之前 大萬回到7203之前 很多投票的一個窘境嘛 很多投票的一個困擾嘛 早知道賺一點就快走 不要太貪心 那叫過去式 那從7203以來到今天為止呢 現在你要做什麼 未來要掌握什麼樣股票 可以產生一個大行情的一個波段 你要在等嗎 今天台股 又拉出紅雞棒耶 整理拉高 整理拉高 他就是這樣走啊 一直電高 你還認為他會走空嗎 不要自欺欺人 好不好 所以車王店在9月11號 還在加碼 還把股票賣掉 重壓車王店 這上禮拜我的動作啊 有沒有對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理拜馬上亮燈工漲停 來到51啊 是不是 理拜告訴你 揚聲量的人還會再漲嗎 最高51了嗎 我們從41點 你又開始買的啊 到今天為止 車王店 已經來到53了 創高正常啊 我說還會再漲嗎 理拜講過啦 但是不夠強 今天一個車王店 如果像之前這邊 拉出一根紅雞棒 創波段高 我就會告訴你很強 你今天下去買 絕對還會賺錢 但是今天一個創高過程 它不夠強嘛 所以今天不是同樣 你下去買的一個位置 跟時機點啊 如果你對車王店有興趣的 我會帶你買 因為我說過 從月線角度來分析它 它還有一波段 這是我的看法跟操作建議 所以股票的一個操作 你要懂得把握 第一個時間點的買點啊 第一個時間點你不跟我上車 你就看到一直漲 你敢重壓你敢加碼嘛 我問你 沒有我帶你買 接下來的加碼點 你敢自己上車嗎 很困難啊 你買後會淡淡嘛 就像這一檔光環嘛 九月四號 七十一點三我先賣一下 小賺一趟喔 賣完之後九月七號 七十趕快買回 這麼漂亮的基本面 跌不下去 我就做機會的動作 光環啊 結果再七十嘛 七十買回 漲到七十一塊半 漲到七十三 漲到七六點三 對不對 接下來呢 漲到八十點九 你看到是一檔股票 七十買完之後 金金漲 漲了十六趴 我告訴你 籌碼面越來越漂亮 融資水位持續的降低 代表它還會再漲啊 這我上個禮拜 我給你的看法嘛 既然籌碼越來越漂亮 賺了十六趴 當然它還會再漲啊 今天那個光環 已經來到八十六塊半了 再創破斷新高 我今天八六點二賣出 今天的高點 你就不要隨便去追 今天台股漲了一百多點 來到破斷新高 有些股票我會站在賣方啊 我不常跟你講嘛 趁著大盤漲的時候 股票大漲的時候 是減碼的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啊 今天光環 十一點四十六分 創新高 八五點七賣 四十七分股價在八六點二 同學你去對時對價 掛低點 是為了讓所有的會員 都可以順利下車 順利可以做賣出的動作嘛 所以今天八六點二做調節的動作 賺二三趴 七十買進八六點二賣 賺二三趴 波段的操作都是兩成起跳 都是兩成起跳 尾盤說八四啦 今天還是上漲格局啊 所以呢 這邊都隨便你減碼 隨便你賣 你都超過兩成啊 這我目前給電視器觀眾朋友的一個承諾嘛 波段的操作不賺兩成 難道要賺兩趴嗎 對 有三成股票你要賺三趴就跑掉嗎 當然不是 對於今天的會賺科 昨天告訴你 攻擊量的買點浮現了 昨天可以買 今天會賺科有沒有漲 沒有漲 跌下來當然還是可以站在買幫 因為整個會賺科 不僅接到蘋果的訂單 下半年還有德國百零訂單的一個加值 股價當然還有推升的空間 一檔強勢波段的股票 如果回檔下來是買點 你看蔡老師怎麼跟你分析的 就像聯軍也是一樣啊 9月9號 攻擊量出來了 站上月線的聯軍 現買現攻漲停 9月9號買126 攻漲停129.5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下來了 上去之後的回檔 我說這一根紅K棒 多方支撐很強 來到這一根紅K棒位置 下來要站在買幫 跟我們再度的進場 今天聯軍呢 股價有沒有紅K棒 漲到133.5 漲5塊錢 它即將再創高 所以對於未來台股多頭行情的一個架構 你怎麼操作目前的主流個股 不管是電子股非電子股 你都可以大膽的跟我買 有行情的時候 能賺盡量賺 而且要趕快賺 我極力的邀請全國觀眾 趕快加入我們行列 因為我們波段式的操作 起調多是兩成以上 至於把握一下 明天見 投資風險 是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明兒27810900 27810900 1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就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顧0227810900 0227810900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世界哪一天我 可侯